南投寺永三公 为了兴建专门收容而烧的悬崖大楼 虽然日前已经动工 不过庙方却面临经费短缺的窘境 为了赶紧筹策经费 永三公日前特别举行募款餐会 希望能透过餐会让大楼顺利兴建 为社会服务贡献心力 南投寺福建里 我们三公财团发言 第二公买来新建到我们这间悬崖大楼 希望我们这些乡心事团 生心人数尽量来把我们三公这间悬崖大楼 来新建完成 我们现在要来建议额绍关怀学员 最主要就是悬天上帝的大爱宣传出去 也希望大爱可以在社会 可以更大的付出 所以我们第一天 也就是荣誓好集 我们现在要来举办一个募款说明会 妙方表示 悬崖大楼新建完成后 将可收容安置隔代教养 单亲或孤儿等 国小至高中的儿童及青少年 希望能帮助这些孩子们 在成长的过程中 建立良好正确的人生观 这间悬崖大楼 如果新建完成一样 要来照顾一些 一些青少年生 一些未满18岁以下的国中小还有高中的叛逆的学生 还是一些更丹心的 他要来收入 要来照顾 来开导 才能帮助 最重要是要来大家报告 我们的儿少学员以后 我们的对象 我们的辅助的对象 就是在国小到高中 这段年纪的孩子 我们希望我们对社会可以来照顾 永山公预定初期将新建360坪的大楼 工程预计在三年内完成 日后若社会需求扩大 在逐步规划中长期的工艺目标 那么近期呢 我们会先三层楼 然后360坪 我们要来改这儿少学员 那么中期 我们预计看 我们社会上 到时候 看我们整个整个社会 需要什么种的方向 我们来做中期的规划 它预计在三年来 可以把新建完成 希望这些先行人事 大家来有钱 出钱 出力 也希望一些有幸福的志工 也可以来 他们三公子来赌三天 妙方表示 筹建中的大楼取名为尋爱大楼 主要是象征选天上帝的大爱 期盼未来选天上帝能带给弱势家庭 更多协助的力量 同时也呼吁各界 共襄盛举 帮永三公圆梦 让这栋公益大楼 能早日建制完成 造福更多社会上 需要帮助的人 米新闻林家会 南投采访报导